在我们的人生道路,会遇到自己的恩师,教会我们的人生技能,我们应该怎样报答他们呢? 今天小编介绍,几位明星怎样报答自己的恩师呢? 第一位,红金宝,红金宝有两位重要的恩师于寨人和佳和公司的老总,于寨人是叫红金宝戏剧的,佳和公司是第一位把红金宝带入娱乐圈的人,红金宝在一个综艺节目提到,这两位人改变了他一生,当年红金宝成功后成为当红明星,在当时片酬已经很高了,可是佳和公司有电影要拍,红金宝会毫不犹豫推掉所有的片约,不用商量就跟佳和公司签约。 他就是为报道加个公司,把他带进娱乐圈的,他报答恩师的行为真的很感动。 第二位,刘德华,刘德华的主要恩师就是向华强,刘德华虽然进入多个多个公司,但是当年刘德华自己开公司破产时,第一个出来帮助刘德华解决债务就是向华强,当时刘德华听到以前帝老板能这样帮助自己,感动哭了。 从此刘德华发誓,一定要报答自己的恩师向华强,刘德华过年都要上门,报答自己的恩师,他的行为真的很感动。 第三位,岳云鹏岳云鹏在打工的饭店,碰见了去吃饭的郭德刚,随后开始了他的相声演绎生涯。 郭德刚改变岳云鹏的意识,岳云鹏成名后,但是这么多年一直留在德云社不肯离开,跟自己的师的刚好相反,就是为了报答郭德刚对他的培养,在德云社不计较工资,他报答恩师的行为真的很感动。 以上三位用不同方法,报答自己的恩师,值得我们赞扬,他报答恩师的行为真的很感动。 教师节到了你们,应该用什么方法,报答自己的老师呢?欢迎留言讨论吧,关注多言君,每天同一时间与您聊人生,聊理想,聊娱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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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